吴妮娜 美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呢 带您来看到立法委员卢宪一 特别是邀请中央机关来到卓西乡公所 跟学校还有公所民意代表以及部落的领袖等进行乡镇行政的座谈会 立法委员卢宪一前往卓西乡进行乡镇行政的座谈会 并且邀请中央各部会以及花莲县政府与会 希望共同协助卓西乡各部落的建设工程需求 会中公所跟与会民意代表校长都踊跃的来体验 并且也提出了马下广场新办计划校区建设 部落党土墙 道路自来水等建设工程需求 希望能够获得经费的补助 现阶段在执行新办事业计划中 那么后续就是会由工程建设的部分 那所需的经费总计45211285元整 那借由本次的提案 希望委员与后续的经费申请补助方面 给予我们公所协助指导 一乡的一个盐管有一些部分是没有自来水的 像我们比如知道的我们左溪村 左溪村这个部分还有中正部落 再来就是有可能在石坪那边 是不是也是有 还有其他的没有延伸到的 包括一三村 乡镇 行政座谈会 现场与会的中央及地方机关代表 都立即回应公所 民意代表 学校以及部落所提出的问题 表示会协助解决或安排会看 记者高雙雙卓西乡采访报道 阿适